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各种疾病也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进步 血压高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 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群靠拢 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许多危害 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健康 那么很多人来问 对于高血压平时在吃的方面该注意什么呢 首先就是高胆固醇食物 高血压的人应该严格控制胆固醇的摄入 正常人一天吃一个鸡蛋便可 也不能吃过多的肥肉 动物肝脏以及鱼籽 避免血管之中堆积过多的胆固醇 影响血管健康 饮食要少吃大荤的食物 如红烧肉 猪头肉 动物内脏 动物油等等 第二 高盐食物 很多研究证实 盐摄入量和血压的高低关系很大 如果长期高盐饮食会增加换高血压的风险 食盐摄入过多 血液中的钠离子增加 那有可能直接对血管造成危害 盐份摄入过多 会引起胶干神经张力升高 而这些必然会使得动脉收缩 血压升高 第四 辛辣食物 辛辣的食物容易导致便秘 会导致排便的时候 负压升高 也会增加高血压出现的概率 然后是酒 喝酒之后会让吸引率变快 血管收缩 同时还会让钙炎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 在引起高血压的时候 还会导致动脉硬化 会增加中风的概率 因此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戒酒 第四 高脂肪食物 血压高最好不要吃高脂肪 高热量的食物 身体热量低 脂肪含量低 食物易于肠胃消化吸收 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可以改善高血压 高血脂肪 平时可以多吃些水果 比如香蕉 苹果 猕猴桃等 有利于预防和降低高血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